老杨到处说百年巨变对话成平 在这里都懂中国 我们上一期谈到了台湾 其实这个我一直想一起来探讨一个话题 在未来的中国 未来的中国 或者未来的两岸四地的华人社会 台湾将扮演什么决士 我的意思就是按照我们讲 一条腿走路和两条腿走路 台湾先行一步 从八十年代下半年开始 历经了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蔡英文 这么挤得到了一个又再一次的政党问题 台湾这样的民主形态 完成了程序性的民主之后的实质性民主 也要进一步的深加工 那么我们不妨再复盘一下 上一期你谈到了 蒋经国解言开禁的四个基础条件 我上次 说蒋经国这个解言 我说并不是蒋经国先生事先想好的 是他在心中规划好的 设计出来的 而是是一种偶然的 你强调偶然性 它是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OK 但是的话 这偶然性当中又有它的必然性 这个说他偶然 因为他 我看了很多资料 也听了很多当时接近江经国先生的一些人 我跟他们都详细的谈过 而且我一直在找手想推进我们想做蒋家的 讲师的这个纪录片 包括这个影视片 就是写实的这个影视片 为什么我想做这个事呢 一 这个讲师家族在这个近当代中国 他们的影响力和他们对近当代中国的影响延续至今 并且从他们家族的血脚也是延续至今 我们说中国近两代两大历史人赵 蒋和范 一個是蔣介石 為這個家族的 這一個起始的 政治家族起始的一個太祖 還有一個是毛澤東 毛呢 已經進入歷史人物 毛現在即使在中國大陸 一會兒又是紀念 一會兒又是在某種場合搬出來 我說了 那是戒中鬼打鬼 或者說是戒毛 是這個闡述 一種對現狀的不滿 但作為主動性的歷史人物 以及他的血脈到毛維持 而蔣氏呢很有趣 延續四代到現在是第四代了 這個政治家族是這個世代延續 我不知道還延續多少代 對 蔣萬安算是第四代的一個代表 對 另外從社會環境來講 做一個媒體 那麼他是有條件和允許 允許做講師的 紀錄片和真人真事的影視劇 毛呢沒條件 那麼檔案都不開 不是隨便開放的 對 檔案都不開放 然後呢 檔案不隨便開放 這個真相也不讓隨便碰 對吧 所以沒辦法 不是我有任何這個 責任不在中方 責任不在 我方 我在中方 我都想做 有條件 對 有條件 有條件 我對於這個 今日中共領導人 我也想做 我也想做他的紀錄片 我覺得現在可以準備素材了 哎呀 但是 如果他願意 哇 我立刻行動 為什麼他願意呢 他不願意 我怎麼拍到他 我們可以先移回準備一些文獻 這個先話題下一下不改 對 我這做的鋪墊是什麼呢 就是 對於台灣的 這個您剛剛說的這個 蔣經國的解言的 這過程 我覺得我說的是比較客觀的 我說的是我所知道的 比較客觀的 就是 這個解言是沒有計劃的 沒有想好的 所以它是偶然的 歷史很多重大的變遷 其實 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 都是偶然的發生 當然有它的避難的規律 是是是 這個偶然嗎 我還覺得 也別把這個 對歷史起的巨大作用 現在有些這個 這個描繪 描繪 也太八塊了一點 對 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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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叫做这个 军众 殉众 宪众 宪众 对 他讲评了 我最后是要宪承的 我的目标是要宪承的 我没有说我一党 垄断独裁要永远的 对吧 这个所以他就是 这个必然性就 体现出来了 第二点 我说还有一个必然性呢 蒋经国先生呢 这个人他的个人 从他 经过了 最早是一个 苏共党员 共产国际的苏共党员 热血沸腾 不是救国救民那是这个 救人类啊 现在是共产国际救人类 因为我父亲也就共产国际嘛 他们当时 一开始是狂热道 那是人类的解放者 对 人类的解放者 不是 中国的 这个 胸怀世界 是无产阶级革命 对 要建立一个 没有国家的一个世界 那时候有一句我们文革的时候 一起热血沸腾 工人阶级无祖国 我听起来他妈的 热血沸腾 提前青春饥饿的 对 那么这样一些 思想基础 那么总的来讲讲经过来 他打下思想技术来从一个 这个 共产国际的 共产党员 到后来他还是一个 我认为他很大方面是一个社会民主党 社会 民主党人的思想 思想价值观 他当时有一段 肃反的时候 是把他打成脱派 脱派协议的 都是社会民主 对 就社会民主主义着嘛 也就第二国际吧 对 考制机 对 他有很重的第二国际的 这个思想意识形态 这是他根子里面的东西 这个第二国际东西本身呢 和第三国际不一样 第三国际呢 到了苏联 到了从年龄 到斯大林 那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是 这种 这个 隆隆 专制的 这种复辟的 影子是可以看得见的 一直影响了 他偏离了西欧的 马克思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而呢 让一种历史的 这个承扎泛起 一种复辟 我应该说 原本历史表现那么伟大 实在那么伟大 那么 他们伟大不如 撒谎 不如彼得大帝 更多的是一种 复辟中的一些丑陋的人 串权 这个真的我对他们评价并不高 你就看那些做法 实在那些做法 那么说到蒋经国 因为他 第二他有这个思想的一个 意识形态的基础 他身体不好 第三身体不好 对 要强硬 要在那里 利不从心 牢牢抓着拳 那是跟身体有 跟身体基础 是脱不开的了 对 身体都 都冰洋洋的 那自然是产生的一种 不说厌世吧 也是这个 这个对这个世界 他有些就是 有一种会产生那种 管不过来要放手的 一种 一种生理 生理而导致心理的一种 倾向性 那么 再一个呢 台湾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他的生存的 国际环境 或者受到的这个 国际支持和保护 是一个 民族 资本主义 世界 也就是西方世界 这是我出来说四个 同时我再加一个因素 他又处在 海峡对岸的 集权 中共 国际 这么一个政体的压力之下 在这个压力之下 又背靠 民主宪政的 制度的 西方社会 所以在他 这个 面临的 民进党 让这个 成立大会 到底采取是 抓人 镇压 还是 这个 放手 戒严 那么这些综合的因素 让他再一刻 而且那时候呢 还是他身体 有 相当不好的状态 所以这个综合要求 摘块 他就做出了 酸了吧 那句 没有永远的 由他不去了 对 没有永远的 自政党 这句话是那个时候说出来的 对对对 但是开悟了 我这个 我把这些 因素啊 东西说出来的 回来我思考这些东西 包括今天说出来的 目的呢 也是说呢 就是说 对于今天中国大陆啊 我认为 大家也不要 这个一条路看到头 就认为他不会变了 一条路走到头了 蒋经国检验之前 我认为 几乎没有看到舆论 说蒋经国 会 这个选择 接触检验 让台湾 这个 和平的走上 民主转型的道路 我这个没想到啊 智郎也没有提供这样的准备 对呀 但是呢 当时是有 应该是尾端吧 经建会主委还是 我还查一下档案 曾经给蒋经国提过建言 把国民党一分为 国党民党 良性竞争 这个呢并不是一个创建 在土耳其的 这个大国会 国民党就是 凯末尔革命的后期 就是把 自政党分为两块 然后就进入了 强行切入了西方政党政治的东西 当时蒋经国是不以为难的 而且是拒绝这个思考 但应该留下一些印象 所以我认为这个 像这样一些重大的 一些历史的转折的决策了 这个偶然当中 它包含的 一种在巨大压力下 我刚刚说这些因素即使 蒋经国 他面对的这些 这个我觉得基础性的 环境性的历史性的条件 同时也是很大的压力 对 我记得历史上有一个相似性 我就想起来 1976年 粉碎四人帮 也不是 蓄谋已久了 也是一种历史机缘之下的 一种碰撞 那一种机缘巧合多种因素 但是签订 巨大的压力之下 是 政权的存在的合法性 经济的结构 还有整个社会的怨声载道 承诺压抑 其实 就到了一个临界点 你说到 说到那时候 我是四五运动的 参加者 可以说四五运动 第76年的 这个四人帮被抓起来 包括 实际上面 这个终结了 毛的这个 路线 这四五运动是起来很重要的作用 对 我接触过 周恩来遗言的那个 谣言的制造者的一个群体 其中一位 他有讲那个时候 都是另外一种忧心忠忠之下的一种产物 杭州那几个年轻的孩子 还了不起他 显得真像 内封信对 四五事件的出动 也是有相关性 好继续 我们把话题集中在台湾上 对 不 我说 这个 我不是研究中华民国史的 也不是研究台湾这个转型 台湾的转型史啊 转型征业研究者很多 我是呢 这个 要阐明呢 对大陆现在的 状态 大家也应该 不要完全的 这个 灰心吧 和平转型的 可能性是存在的 不可能排除 对 不能排除 可以说现在 自上而下的 和平转型的 或者是从 最高领导人 和平转型的 压力 远超于 当年的 这个作为 中华民国的最高领导人 蒋经国先生 压力比他大得多 形势呢 形势比人强 这个形势 也比当年的 这个 中华民国 要强得多 形势比的 而且呢 整个的 国内外环境 也是 几乎不到了 让你不转型 无路可走 再一个呢 你也不能够完全 否定 或者不考虑 过去 这十几年 一种 从这个 开始于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 改革开放 而走到过去十几年 相对那个改革开放 是一种 被人们称为倒退 但这个倒退呢 为啥我们不能对他有个 大胆的 假设路径之一 他也是为了和平转型的 一个准备 就像经常说嘛 退也不进两步 这种可能性 都不是不成真 这个列宁这句话的逻辑 到现在是影响 绝大多数理论家和 政治观察家的思考 包括哪一年 我不承认我的列宁的影响 这个 我的列宁的影响很 很坏 我是说他这句话 经常被引用于退一步进两步 我们 要跑步 要冲刺 也是往后撮一撮 往前传 要产生一种 一种这个 这会不会有点夸大当今领导人的 政治 是情商智慧和能量 不就像在前面我一再说的 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智商不高的 你刚提到情商 我也不认为他是个情商不高的 以你的接触和了解 和观察 你用过来接触 那情商智商都很高 举两个小故事 这个小故事 我就不细说了 孤龙玄虚 不是因为网上都有 网上都有 网上都有 пор事 从事举办呢 中安友好万里行订 1006what 那那个 阳光卫视中安友好万里行订 本質上它是當時的一個對於中東 中國人和中東這些各個國家 一個民間的友好的開脫性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我去找習近平先生 我並沒有覺得這是我摩斯利去找他幫忙 那麽確實他也支持了 支持了陽光衛視的中央一號萬里星 他採取的支持的方式方法 情商諮商決定的高 聽到我說的話可以在網上去查去 他現在的整個形象在外面是被徹底污名化了 這也是要面對的事實 所以你講這點可能很多人不一定會接受 上網查嘛 對不對 那種情商諮商之高的支持 比我要過多了 我當時都犯傻認得了你了 我想觀眾們也不至於說 陳平這個老頭 這個情商諮商很低吧 對不對 我不能說我高也不能 我想我也不承認我很低 對吧 那麽這個不低的這個老頭已經傻了 被那個高情商高智商的支持 這個面對的高情商高智商的這個舉措 已經反應不過來了 了解 了解 好 陳平先生剛才在談到蔣經國的時候 也只有兩個觀點要歸納一下 第一對未來的中國的和平轉型 不要太悲觀 這個人存在的機率 不不 有不要悲觀的和平轉型的可能性 我並不說一定 了解 現在講話都要很技巧 第二個呢 現在 當今中國的領導人所承受的方面的壓力 就是蔣經國先生當年做出解嚴開進 那個面對的壓力 他現在可能比當年的蔣經國承受的還要厲害 要大得多 大得多 了解 而且他們兩個呢 有一個共同的特定 他們呢 都是近當代中國 老一輩革命家的後代 我這個話 我認為我是定義很準確的 應該承認蔣介石也是老一輩革命家 對沒有說是什麼階級的 是革命家 革命家 他們是真的是中國近當代式的革命家 對 這個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 也是 也是 對 那比蔣介石的資料要錢 但是經售的地方也多了 不不 他們是基本上是 同一個時代 同一個時代的革命家吧 對 對不對 他們當時都是熱血青年 習近平2012年主政之後 曾經有很多人對他 也許有朝一日會跟蔣監國一樣 採取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期待值是非常高的 對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期待啊 期待他們有意為之 主動為之 想好了為之 我說這是 很難做到的 這是不太現實 不太現實 變成的 政治人物所做的偉大的決策 很多不是預謀的 而是呢 有預謀一般都不成功 對 對 我剛剛說的嘛 他們兩個 差不多 有一個我們抽象的感 共同的背景 這個 這個 近代中國 這個政治家的 後代 對吧 是一個 他們呢 這個政治家的時間差 也和這個國共兩黨的時間差的也差不多 對吧 我們黨摘前 國共黨黨摘後 對吧 當初他們為什麼會 國共兩黨 能夠合作滿長時間的 對吧 國民黨員又是共產黨 共產黨員也是國民黨員 就證明了 當時他們的是 一個使命啊 使命很多是相同的 只不過 在他們當時來講 這個 像你可以把它 可能把他們這個 裡面 有一些信仰上的差別 有一些路徑上的差別 當然來講最後會演變成為 革命家嘛 藏到了甜頭以後 革命家也會變的嘛 權力是很好的東西嘛 權力是春藥 權力是很好的東西嘛 我說這是他們兩個共同的 二代 從這個角度來算 兩個叫革命二代 兩個人其實在青年時期的成長 也吃了不少苦 都有的 就不要再比較了 就這樣有一定的相識性 有些 第二個呢 還有點他們的相識性呢 這個 自私的小我呢 兩個人都 比較少 我想這兩個人都不貪財 我用了自私的小我 我沒有說大我就不是自私啊 我把自私分為小我和大我 你說那個 就抓到了權力 不管是這個 我認為我抓權力是有對的 滿足自己的 是本質上某種程度上 從心裡深處也是滿足自己的權力欲 和控制欲嘛 這東西啊 成為叫自私的大我 還是 還是一種 這個 為什麼大我呢 因為它 表現得出來我不是為我自己的 為我那麼一點私利的 這就是我前面說過 我把這個私政的人 或者叫政治家族 我不是政的和私主家族 它不一樣的 小我呢 都說表現為世俗 世俗的呢 哎呀 這個財富 財富和享樂 已經建立在財富享樂上面的 做人上人 去奴役或者說利用 或者說支配他人作為自己的 這個人生追求的最高的快感 這是 這是我叫世俗的 不私政的 另外呢 私政的這個政治家族 政治血脈 不是那個 財富啊 打不動它的 而是一種 兄弟 天下都是它的 還貪了一點錢 算什麼 不不不 這不能做 他們確實呢 從小到大 從整個來講 確實來講呢 確實是 財富啊 對 人的興奮點是不一樣的 這個以後再探討吧 最終它是人的這個滿足感嘛 快感嘛 所以我想 這個 蔣經國習近平這兩位啊 他們的快感是 快感的性質是一類的 這個是很重要 我用到現在思謀的話叫快感 他們的快感是錢帶不了快感的 要讓更年輕的人聽懂 就是他們兩個人的基點是不一樣 是一樣的 跟其他世俗家族都不懂 對 好 什麼東西他們會做什麼選擇 你要看 首先 什麼樣的人 什麼條件下面會做什麼選擇 這個 這一點 某種它是一個必然性的 這必然性的 這是一個 另外他們也出來 這個一種 你這個變和平的轉型 就會就叫做順應 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 不變就是不順應 不變就被歷史所淘汰 對 就很簡單 所以我說呢 我不認為 就簡單的看一個領導 現在說什麼 現在強調什麼 而是看 我剛說這些綜合的要素 去思考他們 可能會做什麼 好吧 蔣經國的歷史軌跡我們已經知道 他也不是可能會指 他已經做了什麼 對 給台灣的政治民主轉型開了一個大口子 對 這個口子呢 他也知道大陸省級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勢力龐大 無論是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東西 他選擇了李登輝 這個李登輝這另外這個話題 李登輝任內的台灣民主轉型是推了一大步 就要廢除萬年國代 以贖買的方式 然後呢就採取的總統直選 另外一個比較保守核的勢力要試圖反撲 反撲時受挫 緊接著呢就出現了兩千年的政黨輪替 國民黨第一次歷史上成為在野黨 那麼台灣進入了政黨政治的一個新的形態 除解言開進之後 有120多個政黨就逐漸的淘汰到了兩個大兩個小 這兩個大兩個小一直到今天發展演變了 結果幾次的政黨輪替的選舉 就今天的三個政治勢力的三角鼎立 這裡面當然有很多 錯綜複雜翻天覆地的一個政治變遷過程 我們可以列去不談 蔣經國當年的決策 無論它是一閃念還是什麼 我們就我接受你那個說法 我相信你這有大量的反韩技術上得出的印象 但它已經成為台灣政治轉型一種必然 這種必然呢在華人社會的政治實踐過程中 它是兩條推走路到現在為止 基本上是平順和成功的 沒有韓國的軍人干政 韓國的軍人 軍人的政權是到了90年的後期以後才逐漸改變 菲律賓也是經過了一段這個 最典型的最大的伊斯蘭國家 印度尼西亞的第三次革命 也都是相對來講在亞洲地區的第三次革命 是基本上台灣是個典範 那好 我就是一直想探討問題 台灣的兩條都走了經濟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兩條腿 應該說到目前為止走了二十多年 也走出了自己一套模式 這套模式能不能成為未來中國一個借鑒和學習的榜樣 可能香港是有這個條件 但是 也一定會成為借鑒和學習 因為如果以我們 包括了還總結 對 還能總結提高 總結提高 我們 就是叫做這個 這個 尋找很多後化優勢 對 在政治轉型和發展的後化優勢 這其實是另外一個理論探討了 按照庭廷頓的發展理論 應該說台灣也能來是成功 跟西班牙也罷 葡萄牙也罷 包括失敗的伊朗的轉型 還有其他一些世俗政權的轉型 從發展理論的角度來看 其實最大的一塊實驗地 原白本來應該是香港 香港的一國兩制的條件 但是香港太行 香港缺少主權文化 對 香港缺少主權文化 香港這個轉型它就困難一點 或者香港必然 不可能承擔這個轉型的人 因為它缺少主權文化 我是試圖銜接下你前兩期結論談香港 一個跨越整個人類社會 現有的政治社會形態 它做個超級實驗場 香港本來應該有一定的準備 這50年 特首之選 全民一人投票 這個主權文化可不是這樣子的 不是主權文化 香港的一國兩制的治理 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下的實踐 我是一直想找劉夢雄跟你對話一次 我想你們兩個人的立場角度 可能有一定的趨同性 但不一定有一定共同的認識的見解 碰撞一下可能 也有助於我們這個百年變局 這個對話成評的一些理論和認識深度 這個大致打坐 未來中國台灣扮演的結社 包括它在過去的幾十年 積累的豐富的民主經驗和內容 當然也包括經驗教訓 包括它現在整個民主選舉過程中 還有一些顯而易見的一些弊端 但是程序化民主的實現之後 正在實施民主邁易進的過程中 它可以給未來中國的和平轉型 提供借鑒 甚至可以讓 中國這一個尚未啟動的 政治體制改革有一個 展示自己後發優勢的一個機會和條件 我能不能做這個規呢 你有什麼補充 這個是一定的 畢竟是同文同重嘛 而且呢 又是這個原來國共兩黨 都是一個大的宏觀目的嘛 就是這個中國人的社會變法圖橋嘛 要轉型嘛 要面對這個西方文明的挑戰 要做出應戰嘛 那麼有些東西的比如說已經可以看到一些可總結 可結界的東西了 有一點呢我在以前就說過 為什麼我提出來 要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人 這兩個做一個區分 我覺得呢 在台灣的轉型過程當中 對於國民黨和國民黨人 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人 沒有做一個非常明確的區分 為什麼我又談到這個問題 作為長久的一黨壟斷權力的一個執政體系 它的整個的國家社會的治理 一定也是由這個黨的人來組成的 治理隊伍以及我們說官僚隊伍 但官僚隊伍本身是有二種性的 在這麼一個專制體制下面 一方面他們是這個黨的一個隊伍 另一方面呢 國家有國家的屬性嘛 公共事務嘛 而且這種專制的後法的國家 它有共同的一個特點 就是這個不管是黨的隊伍還是國家的隊伍 他們承擔的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 一個國家的公共事務 他們實際上還承擔了這個國家的 是一個經濟發展到超出層面的經濟發展的一個任務 它有一個大公司 一個總公司下面無數的子公司 這個是呢 用這個近現代西方的 這個國家學說認識不到的東西 國家政黨認識不到的東西 因為現在他們是在前 他們不是後法的嘛 中國人的這個社會 不管說是台灣還是怎麼樣 它都是後法的嘛 後法的呢 這種政治 不管叫統治集團 它一定呢 不能僅僅是管這個公共事務啦 它本身實際上一定會帶有一定算是一種 所有者變成所有者又下層到了高管層 包括這個執行層 整個那個都包了去了 這一點也不能簡單的說它是壟斷權力 壟斷經濟地義 那這個混在一塊兒的 你說人脈也參加經濟 它不可能不產生這種對經濟的個人的和組織的主力行為 這個沒有 這個新 這個追求沒有也是下層 人嘛多重新的 但是的話 在這種後法的社會當中 一定政治 政治力量 政治組織 統治集團 會下層的 我這個下層就是說 它的使命下層 或者它的公共屬性下層 下層到經濟層面 台灣也是 台灣有十大建設 台灣有這個新竹科技園區 今天台灣很多的大企業 原來是國營企業 那都是由這個蔣經國主政時候設立的 一些大的國營企業 這國營企業就是 要追趕上這個西方的科技發展 奠定基地 它符合一個國家戰略目標 對不對 當這些私營企業 最後通過這個管理層的股權激利 慢慢地成為了一些私營的大企業 或者胡本科所謂的大企業 這裡面有的時候 我經常對一些台灣 他年紀可能還是年紀比我大一點 今天基本上七十多歲 將近八十歲的 有一代的所謂企業家 他們有的時候他們忘記了 他們不是創業來的 他們是 國民政府用國有企業的股權 換取了他們的台灣的大地主階級 和資產階級的接受和認同 但是一個很成功的贖買過程 是 然後才能夠為三七五建築 和庚哲游齊田的政策的落地 迅速地獲得台灣多數人 對這個外來政權的接受和認同 這是個很成功的做法 我這個看台灣是想大陸 這個看台灣想大陸 還有一個叫余光宗 郵票 那頭這頭 對 我覺得這個憂天下之憂 把觀察台灣想的大陸 這是個很正常 也必須每一個中國讀書人 會有點世代乎情節的人 必須要有的那種情懷和思路 對 我們其實都一樣 所以從這個看台灣想大陸 我覺得 兩個很多路徑這很像的 只不過有前後之差 規模之差 程度之差 在這裡要給 我用了三個 對 前後 規模 程度 程度 OK 這是說實在的 這其實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幸運 兩岸的分治幾十年 也許會給最終的政治者 帶來一些 寫意見的障礙 或者現在看到的制度的差異 文化價值觀的差異 和一些 這跟 世界上在戰後 這個分裂民族 迄今為止就剩下 中國大陸的兩岸 的懸而未決 南北韓 就分裂成兩個國家了 東西就合而為一了 那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和希臘 乾脆的成立 也是基本是兩個政治實體 各自為政 也有一個很清晰的邊界 就剩下 大陸和台灣 的不完全的一個缺口 這個缺口如果從 陳平先生這個觀察角度看 反而是今天的中國人的一個幸運 我剛用了三個之差 三個 一個幸運 時間之差 本身就以前之後 以後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共和國一前以後 對吧 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 也是一前以後 就是時間差 歸我差 一大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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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就是差別包含了更多的多樣性 對 對 那麼還有呢 程度差 從呢 這個 在極權的上面 也是一個程度 原來都是極權 極權的程度是高度一致的 兩邊這個都是高度一致 但是呢 到最後那個你說的那個 一閃電之後 或者是 八十年代中後期之後 兩邊走的路的差異就 越來越明顯 是是是 那是 你還是時間差 是時間差 你還是時間差 程度差 就是說這個 還權於民 還政於民 這是一個 終究要走的路 我記得 2000年左右吧 2010年 2011年左右 曾經有人推薦 一系列的文章叫 龍澤天 龍澤天 我好像也給你提過這個人 一系列文章 他這個核心思想 其實是 黨不為官 還權移民 最高權力機構 他主張 就是 全國人民代委 常委會 全國大 一切權力歸全國人大 黨 退出所有的 國家政府的行政機構 這建國之初 博一博也說 黨費自己負責 民主黨派還是這樣 大一系列基本上是不文不才 不文不才 那不管他這個 應該是個筆名 那不是你說 建言之前 台灣不一樣 對啊 所以我想 這其實兩岸的 有識之士 都不與耳同的考慮 未來中國的形態 這也包括這 而且的話呢 還權於民 哎呀 是跑不掉的嘛 首先你就從生理上來講 你人的壽命能多長 你把它全再報了 最後你還不是 還得交出來 還得交出來了吧 這個是交出來的下一代 什麼樣子 我們一個家庭 我下一代的跟我不一樣 對 一樣 對吧 所以這個 江山帶有人才出 這一點我還是一點都沒有把它悲觀 這個是 叫做 既是歷史規律 也是生理規律 物理規律 沒辦法的嘛 其實我們 話說到這裡 我們用了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 這兩集的談 在未來的中國 台灣將扮演什麼角色 其實 不 我覺得陳平先生已經有一個 相對比較 一個框架式的一個理論和 認知的闡述 我希望在最後這個 我們那個台灣這個話題 你再給大家做一個你的總結 比如我剛剛我想補充了什麼 就台灣的 現在的民族 憲政的一個架構 它基本上是 應該說是 這個西方的民族架構 或者叫美國的民族架構 對 美國的影響還是比較 美國 可能 應該這裡面它又有一點 不完全的內閣制 知道吧 但這東西呢 我覺得 它 它把這種 不管是民族的總統制 內閣制 或者是議會制 但是 整個裡面的一個 畢端吧 也表現得很充分 也就是 這個 政治的 短視化 國家戰略 幾乎被冷漠 冷漠對待 這是 民族憲政的 到現在沒有解決問題 你現在看到台灣的 人們也說十大建設 誰幹的 江建國幹的 什麼體制幹的 集權體制幹的 對 也是舉國動員體制幹的 江建國為什麼 他為他自己嗎 不是 當時的國民黨人 從江建國 孫允賢 這些李國鼎 孫允賢 李國鼎 你說這些人是 還有尹仲龍 這些人為己嗎 不是 現在人們 懷念他們 讚美他們 但是 現在 這個 民族 政體能產生這樣的人嗎 對 當年台積電也是 王永慶和張忠謀 在做一些籌劃 當然也有孫允賢院長 他們的一些經貿發言的 一個參與 對 這裡面就是說 後發優勢獲得的 進行和平政治轉型 民主實踐過程中 他其實已經有 台灣的示範 這也就是 這個 我不認為 主權歸民 就一定會以犧牲 長遠的 戰略的 利益為代價 我不認為 不是主權歸民 主權債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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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 這是 今天的中國大陸人 應該把它放在重重之重的 一個考慮上面 他們現在哪有時間 去考慮這個 他們整天 學習近平的偉大師講 都沒有時間 但是我覺得 負責任 會有責任感的 中國的讀書人 中國的 共產黨人 中國的政治精英階層 要分出很多的心力 來思考這個問題 把這個問題 能夠哪怕 有一小步的前進進步 中國 就會成為 世界 人類民運 共同體當中的 政治經濟制度的 超越式的首創者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所謂的先例後迫 也許也就是個頂層設計 上層設計的一個必然 這個是全球民主社會的問題 如果能 但是我講 我對中國現現代的 知識分子的層面的 思想構成和理論構成 和所有的經驗養成 他們很難勝任 你說的這個任務 不會是知識分子的 不會是知識分子 對 可能是承聖吳廣 可能是劉胖項羽 可能是朱元璋 也可能是袁世凱 你對這個話題還有什麼 知識分子的作用沒那麼大 OK 所以 不要寫很多的著作 不要開很長的書單 把餘生很長 這個秦始皇是知識分子嗎 對 秦始皇是管知識分子 劉邦知識分子嗎 對 這個 美國的 從華盛頓到林肯 到這些 有哪個知識分子 好吧 我們 我們 這個話題我想 其實 我們只是打開 自己和所有觀眾朋友的思路 我們換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在未來中國的政治轉型和演變過程中 台灣要扮演什麼角色 我們在這裡的 著重點在分析 蔣經國先生晚年的心境和他所處的地位 解嚴開箭的決策過程中 是一種深謀遠利 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指名方向 還是一種 陳平先生所說的那個 那個思考 那麼 今天的中國領導人所承受的政治壓力 遠遠超過於當年的蔣經國 那麼他 有這個能力 有這個情商智商和思想理論準備去迎接未來中國 給他的挑戰 百年巨變 對話陳平 在這裡 我們希望能夠讀懂中國 老楊到處說